好莱坞荧幕上的金刚狼修杰克曼 与人生中的戴博拉里 一直被公认为最佳夫妻 但就在日前 这对外界眼中的完美夫妻 选择宣布他们27年的婚姻走到了终点 震撼了无数粉丝的心 两人的爱情始于1995年的澳洲电视剧《Quala Lle》 当时戴博拉里也是演艺圈的耀眼巨星 而修杰克曼则是一位刚从戏剧学校毕业的新进演员 尽管名气和年龄上有显著的差距 他们的爱情却立分飞翔 不到一年便宣布走入婚姻的殿堂 修杰克曼多次在公开场合或社交媒体上 对戴博拉深情告白 不论是情人节 生日或任何值得纪念的日子 他都不忘用甜蜜的言辞 表达自己对妻子的深厚爱意 甚至用MyDubs作为爱的代称 让全世界的人都见证他俩的浪漫 然而 生活中的一些外部因素 却对这对夫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疫情的爆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同时也对修杰克曼和戴博拉里 这对夫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再加上好莱坞的编剧罢工 使得修杰克曼的工作量大幅减少 相对的 他在家的时间增加了 这些变化似乎加剧了两人间的矛盾 知情人士透露 夫妻间的激情似乎已由爱转为友情 感情中曾有的魔力逐渐消逝 在《荣物》杂志中 两人共同发表声明 我们很幸运能够作为夫妻 在一段美好 充满爱的婚姻中 共同度过了近30年的时光 现在我们的旅程正在发生转变 我们决定分居以追求个人成长 我们的家庭一直逝 也将永远是我们最重要的优先事项 我们怀着感激 爱意和善良迎接这一新的章节 我们非常感激您尊重我们的隐私 因为我们的家庭 在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中过渡到这一变革 这也将是他们唯一对于此次的公开声明 修杰克曼的代理人也确认了这一消息 并表示新冠疫情和好莱坞罢工 确实对他们的婚姻产生了影响 爱情不仅仅是激情和甜言蜜语 还需要承受生活中的各种压力和考验 无论是工作压力 家庭关系 还是外国环境的变化 都可能对夫妻之间的情感产生影响 当我们看到像修杰克曼和戴博拉利 这样的夫妻选择走向分手 我们不能驳为他们的过去的甜蜜 和未来的生活祝福 希望他们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新的开始 南韩娱乐圈被众多粉丝 成为神仙情侣的明星夫妻 就是演员玄冰与孙一针的甜蜜故事 一部电视剧开启了这对夫妻的爱情故事 正是因为合作出原爱的迫降这部热门剧 两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剧中的恋人到现实中的夫妻 他们在2022年3月31日 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 共度人生 不久后 这对夫妻为世界带来了一位小王子 在吃证明爱情的奇迹 尽管他们绝少在公众面前放闪 但最近却被一名粉丝 在烤肉店目击到其亲历的一幕 在那晚 他们不仅毫无明星价值 还还同行的男性朋友 一同开心地享受着晚餐 开心地谈笑丰盛 这场晚餐透露出的浓浓爱意 让粉丝大喊狗粮来了 他们的搭配也别去心死 白色上衣 鸭神帽和撞色效果 完美地呈现出情侣间的默契 虽然只是背影 但这样的瞬间依旧让粉丝沸腾 社交媒体上 许多粉丝都留言表示 对这对神仙情侣的喜爱和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日玄冰刚从瑞士的工作行程返回韩国 不过她却选择和爱妻孙艺珍 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与她分享烤肉的乐趣 而孙艺珍也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了这段快乐的时光 虽然玄冰 孙艺珍未同时被拍到正面 但区区一张背影照 已让粉丝沸腾 纷纷留言讨论起来 感谢分享 饭魂又燃烧起来了 好喜欢看他们幸福的样子 婚后的孙艺珍 为了家庭选择减少工作量 更多的时间放在玉盒上 然而 这并不影响她与玄冰的爱情 他们的结婚一周年 孙艺珍特别分享了 从未公开的婚礼照片 与粉丝分享婚姻中的甜蜜 但爱情的路并不总是那么平顺 近日 有YouTube频道试图散播 关于他们婚姻的恶意谣言 但幸好 两人的经纪公司都迅速驳斥了这些谣言 表示将采取法律行动 玄冰与孙艺珍的故事再次告诉我们 真正的爱情不仅仅存在于电视剧中 他们的爱情故事 就如同他们在爱的迫降中展现的爱情 真实而又甜蜜 前出Iling One成员南韩旅行呆罢 在Instagram上意外 公开了自己在台湾的秘密旅游照片 瞬间引起有一片骚动 证明当年成为B班成员 G-Dragon传出绯闻的天后 自出Iling One解散后 以鲜少发行歌曲 不过在综艺节目上的活跃表现 持续受到大众的喜爱 特别是他在节目中展现的直率大放的个性 使得他在亚洲各地都有着大批粉丝 16日 Dira在Instagram上开心写下Dira在台湾 探索台北中 并分享了一系列在台旅游的美照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 他这趟台北行程非常丰富 不仅参观了台北101景观台 中正纪念堂 还有走在年轻人聚集的西门厅 全程无隐藏 相当大方 而除了著名的景点之外 Dira似乎也非常享受台湾的美食文化 他不仅品尝了春水糖的手摇饮料 还在麻辣锅店大快朵仪 这突如其来的Dira探索台北系列照片 立刻吸引了众多粉丝的关注 台湾粉丝更是激动地在留言中留下 竟然在台湾 欢迎来台湾 太漂亮了 等留言 更有粉丝大呼希望可以带久一点 展现对Dira的浓厚情感 除了分享的照片 有趣的是 Dira似乎手中还拿着一台小相机露营 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好奇 不禁令人猜测 Dira是否正在为某个节目 或是计划拍摄相关影片 回顾Dira的音乐生涯 他出生于韩国超级女子天团二逆一 他和其他三名成员一起 曾经风靡整个亚洲 而在解散后 他选择了继续以中卫节目为主的发展路线 而这次的台湾型 是否也和他目前的工作有关 也成为粉丝们讨论的焦点 Dira这次的台湾之旅 无疑为台湾的K-pop粉丝带来了一大惊喜 也希望他能够在台湾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 也期待他未来能够带来更多的惊喜和作品 一名曾在韩剧耀眼的女星逐渐淡出大众视野 她就是尹恩惠 从曾经的音乐界星星 到韩剧收视女王 再到如今网路上的活跃影响者 尹恩惠的事业充满坎与惊奇 进入娱乐圈初期 尹恩惠已成为babyVOX的议员获得了名气 但随后他选择离开团体 投身于表演视野 他的这一角色被咖啡王子一号店所证明是正确的 开剧的成功使他一夜之间的身价大涨 一夜成为南韩的顶级演员 另外 公演蛮王妃也是他事业上的另一高峰 让他在亚洲市场上取得了广泛的认识 然而隐恩惠于2015年 因参加中国大陆的服装设计节目 遭到服饰品牌的抄袭指控 导致形象受到重大打击 这起事件不仅使他短时间内遭受封杀 尽管他于2018年回归 但演艺生然也受到了相当大的阻碍 从此在无新的戏剧作品出现 如今 38岁即将迎来39岁生日的演员会 虽然一旦出荧光雾 但仍旧在社群媒体上非常活跃 从他在Instagram上赛出的照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 岁月似乎从会在他那笔子长腿 纤细的腰枝和白细的脸上留下痕迹 7日为韩剧收视女王的他 如今成为粉丝心中的永远的女神 但这位女神在两年前 却遭遇了另一次的渔问风波 她赛出的一系列自拍照被自己进场维修 整个脸部看起来有些僵硬 严慧曾经水肿困扰多年 后来在YouTube上公开了一部减重影片 曝光了自己的身材管理方法 令人惊讶的是 按照她的方法 10天内一年一女嘉宾分别瘦了7.1公斤和3.1公斤 严慧虽然在娱乐界遭遇了一些低谷 但她的艰难和努力值得人们的尊重 如今她仍然活跃在网路上 并且专心经营自己的YouTube频道 分享日常与穿搭 吸引了大量的铁粉 她的故事告诉我们 不管面对多大的困难 只要坚持下去 总会有属于自己的舞台 面对这样的演案会 粉丝纷纷留言 真的很可惜 希望她能再次回到银公目 演案会的演技和美貌真的不出全之前 已经5年没有新作品了 是不是真的回不去了 著名的中国代货主播李佳琪 成为热搜的中心 原因出在她一如往常的介绍女性用品 这次的主角是一款 约薪台币350元的美笔 直播间的弹幕冒出品牌越来越贵了 李佳琪回应说 哪里贵了 更问了一句争议的话 有的时候找找自己原因 这么多年了公司涨没涨 有没有认真工作 这一句话瞬间在网路上引发轰动 李佳琪的这番话确实与她的生平背景有着密切关系 出生于农村底层 她一路奋斗至今 现已成为顶流带货主播 据说年收入达到18亿人民币 她所谓的努力 在过去的日子里确实体现出来 不过 这是否意味住新支部长的原因仅仅是不够努力呢 当年带货直播崛起 李佳琪正好抓住了这个机会 她的努力无庸置疑 不过 这也反映出一些社会问题 那就是站在高处的人往往容易忽略时代的红利 误以为自己的成功只是来自于努力 事发后 她迅速发表道歉 但这一道歉并未平息网友的愤怒 事实上 这一次件还揭露了更多她的疑问点 尤其是她和花西子这个品牌之间的合作关系 网传李佳琪的用金比例高达80% 尽管花西子方面否认这一点 但此处无疑增加了大家对她的质疑 而350元的花西子梅笔 也被网友们详细解剖 认为其价格甚至比黄金还要昂贵 网友更是将其与其他品牌梅笔进行的比较 发现花西子的梅笔确实定价偏高 花西币这一新词语在网上广为传播 成为了网友调侃的新货币单位 这也让李佳琪直播间与有的低价新制形象 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11日李佳琪再次在直播间道歉 她的道歉非常真挚 有些人接受了她的道歉 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她此次的道歉 只是因为双11购物节即将到来 此次事件不仅揭示了带货直播背后的金钱游戏 也让我们看到了当代社会对努力这一观念的深度反思 近日捕捉到了中国影帝陈坤和她的儿子陈尊佑 外号悠悠 在英国的伦敦时装周上 陈坤拥有四大终身之一的称号 喝同贝如邓超 刘悦和黄晓明并驾齐驱 不仅在电影上拥有亮眼的表现 例如画皮和寻龙爵 他在私生活上的低调 也让他成为了娱乐新闻的永恒焦点 此次伦敦之行 陈坤带着儿子悠悠 身高差不多 风格鲜明 悠悠的黑光眼镜和纸绿色的帽T 与父亲的绿色格子西装和银色项链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两人站在一起简直像是兄弟 这不禁让网友们震惊 一时分不清谁是儿子谁是爸爸 陈坤太年轻了 不可能皮肤好过儿子无疑 两人在时尚中的亮相瞬间成为了焦点 更让人关注的是陈坤的私生活 事实上 陈坤从未提到过悠悠的生母 使得外界对此议论纷纷 曾有传言称 悠悠小时候的保姆就是他的生母 但陈坤对此既未承认也未否认 使得这一谜团继续延烧 近日有狗仔更是爆出陈坤身边还有两名三岁的儿子 可能是双胞胎 更惊人的消息是陈坤与相识23年的好友 女星周迅竟以秘密结婚 这一消息一出 网路上议论事起 不过 陈坤很快就在微博上 驳斥了这些传言 他表示和周迅只是好友 并没有结婚 至于那两名三岁儿子的消息也不实 他家中虽然孩子众多 但他自己只有一个儿子 尽管如此 陈坤和周迅的深厚友情也是不容忽视的 两人2000年合作项目向与优相风时 就形成了深厚的情谊 双方都是互相教导 互相陪伴的好友 而周迅每年的生日 陈坤都会准时发文庆声 彰显两人深厚的情谊 此外 陈坤在早前也对于网路上 关于他儿子生母的谣言给予回应 他表示 怎么办 成亲杀 续合造谣者争论是非黑白 这一回应也让大家看到了 他对于这些不实传闻的冷静和成熟态度 陈坤无疑是娱乐圈里的一位 低调又充满魅力的巨星 他在荧光幕前后的种种 都让人感受到他的真诚和努力 希望在未来 他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优秀的作品 近日韩国爱豆团体都到了续约时期 其中 女团BlackPink成员历赛 因为与YG娱乐续约的消息 令全球粉丝议论纷纷 不只是BlackPink 多组知名团体面临解散或成员流失问题 暗示着韩国流行音乐产业 即将翻开新的一页 首先 曾掀起全球热潮的BlackPink 现在因七年魔咒面临解散的危机 再来 出道以11年的PTUB 以及快10年的女团Red Velvet 也有同样的问题 PTUB方面 Cube Entertainment表示因为成员合约 从9月起一续到期 还无法确定未来的方向 然而 近期最为乐意的却是Red Velvet 特别是其队长Irene的续约问题 是2014年出道 Red Velvet以其独特风格和稳定的唱跳实力 累积了大量的粉丝基础 他们成功打破所谓的七年魔咒 在2021年全体续约 且在2022年以Feel My Rhythm回归 显示其在音乐界的实力人坚挺 但此次 Red Velvet来了九周年续约季 据还没透露 目前仅有设习以确认续约 这样的情况是由一团员间 应加入时间及签约年度不同 导致合约期间有所区别 尽管如此 最受瞩目的还是队长Irene的动态 惊人的是 Irene目前似乎并无任何合约约束 这也导致其所有活动都处于停滞状态 粉丝虽然从她上月的直播中得知 她正在准备今年下半年的正规专辑回归 但如果续约谈判破裂 是否能如期回归还是一大问号 因此 SIM娱乐现在也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 无法确定Red Velvet新专辑 演出等的计划 另一方面 粉丝对于Red Velvet在出道近十年内 仅发行一张正规专辑表示不满 他们认为与SIM旗下其他女团相比 Red Velvet的待遇存在明显的差异 粉丝在7月更是以卡车示威的方式 抗议于SIM大楼前 标语装直言对SIM的不满 及对Red Velvet的支持 Red Velvet所面临的续约问题 不仅影响到团体的未来 更反映出韩国音乐产业 在面对这些爱豆团体续约时的挣扎 粉丝的不满 也使得经纪公司必须更加谨慎地处理这些问题 随着2024年Red Velvet的十周年即将到来 外界都在关注他们是否会选择 与SIM娱乐继续携手前进 这也为韩国音乐产业带来了新的焦点 很期待 男神赵银城和女主角韩孝洲的绝佳合作 也令剧迷纷纷希望两人能走出荧幕 真实发展 但15日 媒体却传出惊人爆料 宣称赵银城即将和知名女主播朴喬英不入礼堂 朴喬英 这位41岁的资深女主播 曾于SBS电视台服务了7年 虽然于2014年离开 但其心图人光芒四射 2020年 他与娱乐大魔SMCC签约 近期活跃于中立节目Golf King 但是 这位当家女主播最近缺音令 一向爆料引发乐意 他和当前话题度报表的赵银城传出即将结婚的消息 韩国媒体奥圣迅速追查此事 不过赵银城方面对此事给予明确的回应 完全不时他们曾经指出 赵银城目前正在国外参与罗红整导演的新片HOP的拍摄 非常忙碌 与朴喬英的恋情与结婚传闻都不符事实 此外 朴喬英目前正在享受汉家人的旅行 而其所属的经纪公司则表示正在确认情况 稍后将给出正式的回应 赵银城这位韩国男神 因其精湛的演技和帅气的外貌 深受粉丝喜爱 她时次参与模名艺能 和女主角韩孝洲之间的化学作用 更是令人惊叹 而废文溢出 也令经纪公司迅速回应 他们表示 这些恋爱或结婚的谣言 完全不属实这也意味着赵银城 目前仍然是韩国的黄金单身汉 至于朴喬英 她也是一位极具实力和影响力的女主播 加入SBS的第15期不音源后 她曾是SBS8新闻的主播 并在朴喬英的Sine Town等节目中担任主持 虽然她在12年后选择辞职 但作为SMCC的自由职业者 她仍持续活跃在营幕前 赵银城和朴喬英的结婚绯闻 虽然引起广泛关注 但从目前的情报来看 两人并没有确定的恋情 粉丝们还是要冷静 期待赵银城未来的更多优秀作品 而不是她的私人生活 至于剧迷希望的营幕情侣能否成真 我们只能说 戏还是要分清楚舞台和现实 当一束聚光灯聚焦于小巨蛋的中央 舞台上那个身影熟悉且令人雀跃 王力宏 一位已经踏入音乐舞台超过20年的艺人 他不仅仅是歌手 还是音乐人 演员 导演等多众身份的才子 今晚 他将再次用音乐告诉大家他的故事 这是万里汉姆湾一个王力宏台北战的第二场 开场的你不再深情且催泪 是他多年前经典的作品 当第一个音符响起 整个场馆似乎都陷入了情感的漩涡中 每一句歌词都像是他对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思考与回忆 完美的开场后 王力宏深吸了一口气 眼里满意的感情好像可以滴出水来 他提及了近期发生的事情 可能是对于艺人来说 生活中总是伴随着各种谣言和风波 但王力宏并不选择沉默 也不选择大声疾呼 他选择了最正常的方式 用音乐来回应 这次的演唱会是他经历了许多事情后的一次回归 也是他与粉丝之间的一场真情对话 从改变生命的事件到新的旅程 再到现在的新的自己 这三大主题彭扶是他这一生的缩影 而在这每一个阶段 王力宏都把最真挚的情感和最深沉的思考 融入了每一首歌曲中 而在演唱会的背后 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 那就是宽于国际执行长邱黎宽 我们都叫他宽姐 他与王力宏有着长达20年的合作和情谊 从王力宏的首场台北演唱会 到今天的小巨蛋 两人一同经历了许多 宽姐曾说 王力宏不只是一位合作伙伴 更像是家人 是兄弟 宽姐更透露 王力宏的真实个性是非常细心和体贴的 在工作中 他把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当成自己的朋友 而不仅仅是工作伙伴 他会注意到每一个细节 甚至还会自淘楼包为大家买宵夜 并确保所有的外国工作人员 都能够明白食物和饮料的名称 而这场演唱会 也吸引了许多圈内好友和名人来观赏 当中 资深艺人蓝星梅给予了王力宏高度的评价 但同时也对他在演唱会上的言论表示了疑惑 他认为 王力宏应该专心于音乐 而不是涉及太多的言论 宽姐也随后表示 王力宏是一位非常直率的艺人 他会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看法 但这样的性格有时也会让他受到误解 但无论如何 他都是一位真实的艺人 用音乐来感动每位观众 总的来说 这场王力宏 王一个王力宏的演唱会 不仅仅是一场音乐盛宴 更是一场情感的洗礼 他告诉我们 音乐不只是旋律和歌词 更是艺人和观众之间的情感连结 希望王力宏能够继续他的音乐之旅 也期待下一次与他的音乐相遇 曾经公开恋爱的王大陆和大马女神蔡卓仪的恋情 近期让人物理看花 从外记得互相取消 关注到蔡卓仪被发现 人住在王大陆的台北信义区旧家 两人的关系 成为大家的乐意焦点 王大陆被媒体捕捉到 在花莲和一名长发女子同游 并亲密合照 网友发文表示 该女子并非蔡卓仪 直言女方身份令人好奇 从影片与照片中可以看出 该女一直跟在王大陆身旁 王大陆和其他哥们交际后 也会回到女伴身边 有眼间网友发现 两人佩戴同款手链 银制品在昂暗的灯光下也相当明显 事实上 王大陆或新女伴木轩不仅在花莲有甜蜜同游 还一起出席了在新加坡举行的 Token 2049 After Party 该活动除了王大陆和木轩 还有林俊杰 陈伯玲和柯正东等大咖出席 王大陆和木轩几乎形影不离 两人不仅同穿白色衬衫 甚至带着同款手链 这明显的默契也成为眼间网友乐意的焦点 其实在派对前 王大陆或新女伴木轩已经和柯正东 陈伯玲一起在机场被粉丝拍到 在机场的影片中 王大陆与木轩贴心地坐在后排 而与他们同行的柯正东和陈伯玲坐在前方 王大陆面对粉丝时毫不遮掩 笑容满面地打招呼 展现出自己一贯的大方态度 那么这位一直在王大陆身旁的新女伴是谁呢 据悉过去木轩曾在17直播上担任主播 并在徐乃琳主持的星光欢乐城中担任过嘉宾 还被封为星光女神 她曾透露自己很在意男生的笑容和气质 这与王大陆经常露出的招派笑容 不禁让人联想是否正是她心中的理想型 不过 木轩似乎对于恋情相当低调 是从被发现和王大陆在花莲捅摇后 她的IG即可由开放总为私人 另一边蔡卓怡则被拍到孤单的 从王大陆的旧家出发前往松山机场 她的背影看起来显得孤单落寞 相对于王大陆和木轩在派对上的亮眼模样 蔡卓怡的孤单背影更显得有些对比 尽管两人曾经公开认爱 现今的状况是否代表两人的恋情出现变数 还是其他原因 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澳门独王韩鸿生三房的大女儿 被冠为最美千金的何超莲 今年4月与中国当红男星斗娇 带巴厘岛豪华举行了四季婚礼 耗资高达5000万 此一金童玉女的结合成为了社会上的焦点 然而 这对充满话题的明星夫妻 短短几个月后就被网路传出婚变消息 让粉丝及外界人士震惊不已 何超莲自爆于综艺节目中透露 新婚后由于忙碌的工作行程 与豆硝长达一个多月未曾见面 这让网民开始对他们的感情生活感到担忧 而这种担忧 加剧当内地社交平台盛传 和少莲的母亲下令收回豪宅 甚至豆硝已离家出走 一段影片更显示豆硝在北京机场独自拖着行李 表情阴沉 甚至拒绝了粉丝的合照要求 7月份有网友在成都酒店偶然碰见这对明星夫妻 相片中豆硝正在伴你录住手续 而何超莲则在大堂沙发上安静地等待 这一幕完全打破了先前的传闻 显示他们的感情依然如初 更值得一提的是 9月初 何超莲在内地中为节目吃货达人打卡吧中 被问到于邀请的嘉宾 他不假思索提及了丈夫豆硝且称他为豆豆 整个人害羞得如少女一般 甜蜜的模样明显在镜头前 近期何超莲与IG现实动态分享了与豆硝的甜蜜互动影片 其中豆硝被捕捉到摇晃的画面 脸上宠溺的眼神也完全指向了何超莲 这一幕再次打破了外界对他们婚变的猜测 这对新婚的夫妻之间有趣的互动也引起了网民的乐意 例如豆硝被者何超莲吃东西 被形容为被老婆偷食只见豆硝开心到摇晃 一转头见到何超莲的眼神也透露出满满的宠溺 让网友直呼超甜 一个举动成功粉碎昏变传闻 更被网民评为有老夫老妻的默契 无论是明星还是普通人 婚姻中都会面对许多试炼与误解 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 我们更应该学会区分真实语而言 为何超莲和豆硝加油打气 祝福他们 演艺圈的话题焦点落在第58届金中讲题名 在这名单中 胡康仁因模仿伴中的角色郭小琪检察官 再次跃上舞台 挑战最佳男主角 这是继2019年 他以我们与2的距离赢得关注后的又一次大棒一彩 对于这次的入围 胡康仁感慨良多 回溯他的演艺生涯 每一部都仿如跟时代赛跑 身为演员 因为没有被时代追赶过去 而是一直在线上 他谈言从早期有像剧到现在的剧情变化 演员不断受到挑战 人从活下来很不容易 他用于缓缓 与期待有些许的忧伤 有些人离开了 或许那些人可以再坚持下去 但演艺圈就是这样 有些人可以撑下去 有些人只很辛苦 对于同剧组的演员范少薰惠仁入围的遗珠之叹 胡康仁表现得很谦和 他认为遗珠必定在评选时被讨论 所有提名者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 而今日的焦点并非只有金钟奖 还有他和郑正原唱重返影集 有生之年中高家经营的早餐店 但那一日店长庆祝开播 熟悉的场景 他分享了之前被虎头锋叮咬的趣事 一只小蜜蜂的力量使他一针就跪地 尽管经历这样的插曲 但当他和郑元唱站在监台时 两人的默契和专业都让人印象深刻 两位演员间的互动充满了搞笑元素 郑元唱开玩笑说他私下生气时会结巴 而剧中他则是善于练消化 胡康仁则笑称 他的角色造型神是陈伯胜 但其实他是在模仿喜翔 这也成为父子之间的一个特殊连结 剧中父子间的感情变化 也成为了一个亮点 胡康仁表示在拍摄期间 他一直在偷学喜翔 从坐姿到驼背都在模仿他 希望能够找到父子间的连结 随着两位演员的谈笑 现场氛围越发活跃 胡康仁和郑元唱的幽默对话 让全场大笑 呼吁观众邀准时收看 最后胡康仁表示 对于能够再次角逐金钟奖 他感到非常幸运和荣幸 但更重要的是 他能够持续与观众分享他的演技 带来更多动人的故事 天后抠抠李文玉今年7月 令人震惊的过世消息 短短时间内成为全球话题 无数粉丝心碎 在他过世后 家人为他举行的告别事后 二子李斯林也暂时消失在荧光幕前 一直到12日 他带着大子李秋林和年迈的母亲 出席公益活动才再度露面 对于李文的突然去世 背后有着太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去年 李文在中国好声音担任导师时 遭遭霸凌汉不公平待遇 这些事件被爆料出来后 更激起了公众的愤怒 其中 有一段震撼的录音档流出 记录了李文在录影过程中摔倒 酒伤随后加重 这一系列不幸的事件 被认为是他选择结束生命的原因 因此 中国好声音也因此暂停播出 对于此事 李斯林在近日的活动中表示 他之前从未听过妹妹提及 因此也不便替他回答 李斯林坦言 李文的过世给家人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尤其是母亲 面对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痛 母亲心情低落 几乎不吃不睡 李文自小就与母亲关系密切 他在私下的许多决策中 都会听从母亲的建议 这也让他在乐坛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李文的母亲在年轻时 一边工作一边攻读中医学位 培养出李文坚韧不拔的性格 母亲不仅是李文的支持者 还是他的头号粉丝 每次演唱会后 母亲都会走进他的休息室 满脸笑容地穿赞他 而现在面对李文的离世 母亲的心情可想而知 李士林表示 虽然中秋节即将到来 但家中少了李文的身影 家人已经没有了团圆的感觉 他更说 这种情况下 他不想庆祝任何节日 而是想将心里投入到 更有意义的事情中 这也是李文生前交给他的 另外 对于李文骨灰的安置问题 李士林表示 这是由母亲决定的 母亲是一个民主的人 她会尊重每个人的意见 揭露了李文过世前的另一悲剧 她原计划与丈夫布鲁斯离婚 但她突然的去世 让这一切都变得那么无味 有知情人士认为 李文这样突然的离世 替布鲁斯省去了一笔赡养费 令人唏嘘 华人之光李文的宙势 不仅震惊了整个娱乐圈 也给他的家人带来了 无法磨灭的伤痛 希望他们能够早日走出阴霾 继续生活 而李文 他的音乐和精神 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自2012年中国好声音开播 该选秀节目已经成为 怀语歌坛的瞩目焦点 但当李文对此节目提出 不公正的指控 波涛汹涌的负面声让也随之而来 此次节目宣布停播 然而 评级此节目 众多实力派歌绽放光芒 其中 爱宜良可谓是最亮眼的一位 在参加超级偶像的踢馆赛后 爱宜良于2010年捧回第五届的冠军 他以独特的音乐才华 和融合的音试风格 被评审王志平 占预为台湾版的爱戴尔 随后 他于2014年加入 中国好声音第三季的大家庭 以头发湿的这首歌 吸引了导师耐英和杨昆的目光 不过 比赛的残酷性 正如生活中的不确定性 即使爱宜良拥有着卓越的才华 他在韩陈彬的对战中 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导播主的安排 使他在整场表演中的曝光率 大大降低 尽管张信哲给予他高度的肯定 但在评比环节中 奈英能选择淘汰了他 对于许多歌迷和观众来说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结果 然而 爱宜良没有停滞不前 三年后 他以专辑说爱宜良经验全场 一举入围七项大奖 并有夺金曲歌后之名 证明他的音乐才华与天赋 回首当年的节目 许多人认为奈英犯下了严重的错误 因为他为人聆听张信哲的建议 不过两人之间并没有因此生出恩怨 事实上 奈英后来还主动邀请爱宜良作为特邀嘉宾 两人和尚与中吉井 获得了广大的好评 奈英曾对爱宜良说 拿到金曲奖真的不容易 爱宜良则深情地回应 那姐 谢谢你等我长大 这段话不仅展现了两人间的深厚情感 更显示了爱宜良的成长和坚持 虽然中国好声音已成过去 但它的影响令人深入人心 从爱宜良的故事中 我们看到了才华坚持与时光的价值 对于奈英的选择 许多人可能仍有疑问 但无可否认的是 爱宜良已经成为了怀疑乐坛的之星 与奈英平起平坐 即使在娱乐圈中 真正的才华和努力 也不会被埋没 流行乐坛的巨星周杰伦近日在他紧凑的 世界巡回演唱会中 经传身体不适的消息 尤其在中国天津站一度演唱中断 令粉丝心头意紧 虽然公司说周杰伦的身体没有大碍 但粉丝还是相当担心 昆林则透露听到消息时很紧张 隔天就飞到现场陪伴老公 并说目前周杰伦身体已经好很多了 至于周杰伦看到他有什么反应 他笑说 我飞过去他身边 应该就是最大的支持了 然而 周杰伦似乎已经迅速调整状态回复正常 不仅趁着演唱会见戏返回台湾休息 更与好友余文乐 肖敬腾等乐坛和影坛好友聚会 共同度过愉快的运动时光 44岁的周杰伦 似乎一点也不受先前的体力消耗影响 18日更在个人IG上 分享了余文乐打网球的欢乐时刻 从两人的对话中 我们可以瞥见两人的友情有多深厚 余文乐笑称 赢回来一只 球拍 真香 周董哲又莫回应 可以可以 不然我整面墙都是你的球拍也不好意思 使互动瞬间成为网路上的热门话题 而这天 不仅仅是余文乐 周杰伦还邀请了更多好友一同参与 从他分享的照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肖敬腾和爱妻昆琳的身影 可见周杰伦的人脉之广 有玩偶甚至根据背景一度猜测 他们可能是在台湾的河滨公园打球 不过 碎受粉丝们关注的莫过于周董的完美下二线自拍照了 在照片中 周杰伦自信地展现了他完美的五官和尖锐的下巴线条 而且还特地选择了游笑往上的拍摄角度 对此他自豪地说 格杆游笑往上拍 知道意思了吧 这样的自信展现 让不少粉丝大呼 这就是他们心中永远的21最小天王 尽管先前在天津的演唱会中出现不是 但从最近的状况来看 周杰伦已经完全康复 对于如此认真面对工作 又不忘和好友分享生活的他 粉丝们只有更多的支持和爱 希望周董能够继续保持健康 为我们带来更多经典之作 2008年 一部名为海角七号的电影将范逸臣带上了巅峰 这部电影不仅为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人气 更使他与日籍女演员田中千惠的命运发生了交集 是那时起 这两位演员不仅在荧幕上的化学反应受到观众的喜爱 私下的感情生活也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高度关注 然而 与众不同的是 这对群女选择了一条低调的路 在初恋般的甜美与热烈的媒体关注中 他们选择了谨慎守护自己的爱情故事 远离美光灯下的曝光 也为他们的爱情故事增添了更多神秘的色彩 日籍女星田中千惠在台湾的发展可谓是顺风顺水 但对她而言 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与范逸臣的深厚情感 虽然在公开场合他们总是保持距离 避免成为热门的新闻话题 但透过一些灵性的消息和照片 可以看出两人间融融的爱意 如今 田中千惠在台湾已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 与范逸臣交往的时间 虽然媒体经常有所争议 但从范逸臣近期的公开回应中可以得知 他们的爱情故事已经历了六、七年的时光 在最近一次的公开场合 《小姐不惜地》节目中 当主持人小S向范逸臣追问结婚的话题时 范逸臣首次对外默认了与田中千惠的关系 他自然表示目前还没有结婚的计划 但谈谈去 我觉得结婚不一定是最后的选择 透露出他对爱情的独特看法 他认为 爱情不仅仅是结婚 更多的是两个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扶持 就像他所说的 世界上有太多消极的示范 有的人结婚后几年就选择分开 但如果两个人可以真心相爱 即使不结婚 也可以过得很快乐 而在这次节目中 范逸臣的这种爱情观也得到了其他来宾的认同 特别是已婚11年的郭红志 他对于婚姻和家庭生活的看法也相当独特 不过 当谈到性生活的话题时 他的幽默答案更是引起了现场的一片笑声 整体而言 范逸臣与田中千惠的爱情故事虽然低调 但却充满了真挚和坚持 透过他们的故事 我们可以看到 真正的爱情不需要外界的认可 只需要两个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和支持 不管未来他们的爱情故事将会如何 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一直幸福下去 58届金钟奖入围名单曝光 风光入围的戏剧牛车来去 无疑成为本届的代赢家 刚刚主演的安心亚当下的之路为消息 更是激动到在终于录影现场喷泪 剧中安心亚饰演农妇 海洋子也有断藏不住的情 为此 他为戏不必曝曬吃了不少苦 喝牛的对戏更是突破自我 超越了以往的演技界线 而在德之入围金钟奖最佳女主角之际 安心亚瞬间暴走 情绪激动的大呼 好开心哦 且对注现场所有人高呼 牛车还有谁入围 德之戏剧整体入围高达八项 全场氛围瞬间高涨 彭扶现场成了一场庆祝派对 此外 米可白和蔡昌仙同样得以问鼎 米可白入围最佳女配角 而蔡昌仙更是风光入围最佳男主角 另外 饰演安心亚剧中弟弟的尤安顺 也成功入围最佳男配角 可说是戏剧类奖项几乎全雷达 而入围男主角奖的蔡昌仙与女配角奖的 米可白两人刚好同台录影 得知讯息抱头痛哭 入围戏剧导演讲的李月峰泽笑海 很高兴 帅气的衣服都穿不下了 要开始瘦身了 该剧也深获观众共感 直呼 带给我们认识阿公阿妈年轻时的时代背景 很感动 风光的背后却也伴随着争议 本届被外界看好的台湾犯罪故事 因其结构差为四个单元 招致一部符合戏剧节目的入围条件 不过 我话不已经回应此次 认为该剧每集长度介于45到60分钟 12集总长603分钟 且全具由同一制作人统筹 故事主题同调 完全符合报名规定 安心亚此次入围 是其首度温顶戏剧类最佳女主角 过去她虽然成一迷你剧集获得入围 但此时是个更高的肯定 她在录影现场与来宾没闲置激动相拥 泪流满面 显然对这次的入围极为看重 这继续中奖除了充满惊喜 亦不乏争议 但无论如何 每部剧的制作都是有心力血 每一位入围的艺人都值得我们的喝彩和鼓励 当然 我们也期待文化部能给予公正的评判 让最终的奖项能够真正反映艺人和制作团队的努力 中国歌手薛之谦 近年来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不握大量粉丝的心 然而当他在成都准备进行演唱会的时候 突然遭遇重健康问题 导致演唱会不得不被取消 但这位大陆歌手却展现出了令人感动的真实诚意 就在昨天 成都的粉丝等待已久的薛之谦演唱会 却因他突然的高烧39度而被迫取消 尽管身体状况十分不佳 薛之谦人坚决要走上舞台 亲自向粉丝们自己最深的歉意 他不仅宣布条件退票 更是大方的承诺要承担所有外地粉丝的机票 火车票和酒店的费用 深处便服的薛之谦走上舞台 气喘吁吁的与粉丝分享自己的身体状况 承诺下次再来成都开场 且粉丝不必再重新抢票 这场突如其来的见面会 令现场的歌迷热泪盈眶 他们大声喊住支持薛之谦 表达出对他的深厚感情 据了解 薛之谦此次感染的是流感且扁桃现发言 但他仍旧鼓起勇气和歌迷 共同度过这个特殊的时光 尽管自己的身体状态已经很差 当他在舞台上陪同粉丝合唱时 每一句歌词都如同他对粉丝的承诺与谢意 不只是音乐 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 在那一刻达到了最高潮 这样的情况在演唱会时尚实属罕见 一位在场的粉丝感慨地表示 薛之谦他真的太真诚了 能够在那么难受的情况下 还陪着我们唱歌 要哭死了头一次见演唱会退票 还包退路费住宿费的 薛之谦好好照顾身体 许多粉丝甚至在微博上纷纷发文 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 并期待他在未来能够再次在成都开演唱会 而薛之谦的所属公司 曹石音乐也在官方微博上发布紧急公告 表示非常抱歉 因薛之谦的身体状况导致的这次事件 并保证将会对子妇选择 此次事件 不仅证明了薛之谦的诚信和负责任 更展现出他与粉丝之间深厚的情感连结 无论是在音乐上 还是在生活中 薛之谦都展现出了一位真正的艺人应有的态度和品格 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 再次为粉丝带来更多的音乐和惊喜 近日 王力宏自被前妻离近年毁灭式爆料后 展现了强大的韧性 渐渐走出了那段低潮汐 他的生活现在呈现了一种简单 低调的风格 有别于之前的华丽与风光 某日 他被粉丝目击和赞任及其老工作相约聚餐 似乎相当冗下 完结后的王力宏 没有再前往其他地点 直接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过着朴实无华的单身生活 令人注目的 是王力宏上周在小巨蛋所举办的演唱会 张小燕也受要出席 并且坐在了专属包厢之中 享受这场音乐盛宴 王力宏与张小燕之间 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深厚情意 原来王力宏的外婆是张小燕的中学老师 她还记得自己未出道时 外婆曾在她赴超级星期天录影现场 并向张小燕介绍了她 从那时开始 两人的关系如今已长达30年 然而 面对之前被公众审判的风波 王力宏的心情并不轻松 她在演唱会上说 不要因为谁遭遇过什么样的不幸 就马上下定论 不要乱断别人 正如我们也不想被别人乱断 从这几句话中 可以看出王力宏的内心深深的感触 王力宏还感慨地表示 感谢粉丝始终的支持 并在演唱会上向粉丝下跪感谢 但她突然说出真相不是那么重要 流量最重要这样的言论 使得不少人揣摩其深意 前期李靖蕾似乎也对此做出了回应 她在Instagram上写道 当艺术不再单纯 而是变成伤害人的武器 被推测似乎是在反驳王力宏的言论 回归演唱会 王力宏情不自禁地向全场粉丝下跪 感谢他们的支持 她表示 不管她经历了什么 粉丝始终都在她身边 这使得她十分感动 尤其当看到台下众多的粉丝 以及如李授权 王伟中 张晓燕和表叔李建復等贵宾 她的内心更是不动不已 尤其当她听到粉丝大声喊着王力宏 我们保护你时 她的眼中更是充满感激的泪水 王力宏这次的演唱会 不仅是一次音乐盛宴 更是一场感情的交流 让人看到了王力宏不屈的斗志 和对粉丝深厚的情感 希望她能在未来继续带来 更多优质的音乐和演出 香港女星张博之 在与谢霆锋离婚后 于2018年突爆生下的三儿子 马克斯的好消息 不过对于儿子生父 张博之一直闭口不提 近日传出张博之三儿子的生父 拥有220亿台币身家的 红三代富商孙东海宇 张博之于2018年意外 生下第三胎后 外界对于孩子的父亲身份 持续猜测 近日 有微博爆料指称 孙东海是这位小儿子的生父 而且还提到张博之遭到家暴 两人终于孩子的抚养权进行争执 尽管张博之及孙东海 于2015年曾被不惑共处一世 并传出暧昧绯闻 但两人均驳斥了这些指控 被称为内地向华强的孙东海 不仅在房地产领域创造经人业绩 更于2005年涉足影视产业 与多位女星传出恋情 但仅公开确认 与樱桃和李小冉的恋情 对于与张博之的关联 孙东海在15日 透过律师发表声明表示 这些无端指控已对他及家人的正常生活造成影响 因此他决定对造谣者提起诉讼 相对于孙东海的严肃回应 张博之似乎并未受到这些留言的影响 他最近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参与 乘风扑浪的姐姐第二季的工作花絮 并展示了令人赞叹的美腿 获得大量赞誉 他的事业在大陆逐渐起飞 但不幸于8月因健康问题取消了所有工作安排 尽管如此 张博之似乎正在恢复中 并在16日出席了湖南旅游发展大会 照片中的他穿着一件粉红色脸身裙 脸上的笑容依然灿烂 被网友誉为粉色巴比娃 对于他和孙东海的绯闻 张博之的工作室曾在2018年回应称假的 但这样的回应显然并未平息网友的热情和好奇心 张博之与男性谢霆锋的婚姻曾经是话题中心 但两人离婚后 张博之成为了三个孩子的独立妈妈 当他的第三胎出生时 关于孩子生父的谜团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而这次的绯闻似乎再次点燃了公众的好奇心 张博之和孙东海的关联 是否只是媒体和网友的猜测 不过 无论真相如何 希望两人都能得到公正的对待 并保护他们的家人和孩子远离这场风波 知名YouTube节目目药4超玩近期 爆出制作团队集体离职的消息 引发外界议论 该节目在网络界有着超过234万的订阅人数 许多宗室粉丝因此感到非常震惊 孟要4超玩的负责人 艾未克于事件后第一时间发出声明 对于员工的离开表示尊重 并强调节目不会因此而停播 然而 这并没有让粉丝们减少疑虑 特别是当主要制作人陈百祥 迟迟未有任何表示 迟到两天后 他在IG上公开说明了真正的内幕 陈百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制作团队全都离开公司了 所以没人产出内容对于他的这番话 外界有着不同的评论 部分网友认为陈百祥是节目风格改变的主因 而有些人则对整个团队的离开表示惋惜 考虑到粉丝和公众的关心 木耀4超玩官方于周二在IG上发出道歉声明 宣布该节目将暂停更新 道歉信中表示 很抱歉 要告诉大家 木耀4超玩要暂停更新 最近发生的人事变动让我们需要时间调整 我们的主持人台哥 Tid 昆达 温妮 羊羊和玛丽亚不该为这些外界的变数承受压力 现在 再停更新是最好的决定道歉信中 也提到他们一直视观众为最好的伴侣 希望能够在未来找到一个新的方式 再次与观众见面 对于节目的未来 负责人艾未保证节目将会继续制作 并带来更多的新内容 木耀4超玩作为一个深受喜爱的节目 其独特的一日系列企划 让许多观众得以体验各行各业的生活 此外 节目还推出了木耀演唱会和木耀运动会 同样受到了大家的喜爱 但是 即使这么受到喜爱的节目 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也有许多的奇迹落落 尤其是在制作团队回国后 突然爆出的集体离职事件 让许多粉丝心生疑惑 关于这次事件的原因 外界还在猜测中 但从陈百祥的言论中可以看出 公司的一些内部政策和重组 可能是主要的原因 而他自己对于未来的打算 则是选择与整个制作团队共同进退 除了内部的人事问题 木耀四超玩还面临着外界的质疑 有粉丝认为 近期的节目内容已经不如以前 学过多的商业合作 让节目失去了原有的特色 特别是当主持人台歌 在社交媒体上对粉丝的批评 做出过激回应后 许多人认为节目已经失去了 原有的温暖和亲切感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木耀四超玩确实面临着许多挑战 不论是内部的人事变动 还是外界的质疑 都需要节目团队去正面面对 希望在未来他们能够找到一个新的方向 再次与观众见面 台湾艺人圈再度发生巨大波澜 男星陈建州黑人与女星周一配 戴牙的纠纷进一步发酵 两人的风波不仅在台湾持续 还延烧至香港 先前 戴牙周一配公开指控陈建州性骄傲 此言论引起社会各界关注与议论 面对指控 陈建州回应死口否认并对戴牙提出诽谤诉讼 面对这种情形 周一配则丝毫不退缩 今日他低调的现身与北检应讯 完成应讯后在脸书发表长文 坦白分享他目前的心路历程 在他的脸书文中 他申请写道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踏进北检 压力真的很大 我从未想过我会因为揭露自己过去的经历 而成为台湾MeToo运动里的第一个被告人 他进一步提到他的这次决定 也让整个MeToo运动在台湾暂停 受害者不再敢于公开场合发生 此外 戴牙也进一步透露 他已在香港的律师陪同下 到案发地的香港警局完成正式报案 我想要保护我的权益 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事件证明我是真诚的 他还特别呼吁陈建州配含香港警方的调查 由于全案现已进入正式司法侦查程序 因此基于侦查不公开原则 不便透露案件的细节 接下来会积极配合司法调查 希望事实真相仍早日查明 值得注意的是 戴牙在北检出庭的时间不长 仅40分钟 出庭后 他在经纪人和律师的陪同下离开 对于在场的记者 他以最尊重的方式双手合十表示感谢 而当被问及是否会对陈建州提告时 他选择保留详细的回答 表示稍后会在脸书上做进一步说明 虽然戴牙的态度相对冷静 但他的经纪人却在拍照时用手挡住镜头 这让现场的记者有些不满 为了平息记者的情绪 戴牙的律师赶紧介入说明 他该讲他会讲 因为他的心理现在是省重的 这起风波势必将引发更多关于娱乐圈的讨论 也提醒了大众关于骄傲老与诽谤的议题 希望真相仍早日水落时出 并为双方带来公正的判决 好莱坞拥有无数闪耀的明星 但当提及真正的新美时 珍妮佛加纳绝对是值得被提起 近期的一项善举再次证明 证明金球奖得主不仅有着外在的美貌 更拥有深厚的善心 2018年 珍妮佛与好莱坞巨星巴埃佛列克的婚姻 因一世南方偷情而走向终点 但他并未因此对前夫产生怨恨 更与前婆婆保持着如初的亲近 因此赢得最佳前妻的美名 珍妮佛的事业和世人生活一直备受瞩目 他成为双面与间谍经验全球 荣获多项大奖 包括金球奖和美国演员工会奖 此外 美国总统拜登更任命他为美国总统 艺术与人文委员会派的成员 但除了专业的演艺事业 珍妮佛一直致力于社会公益 近日的一次行动 再次让人为之感动 当他在加州圣莫尼卡海滩的停车场 遇见一名身穿绿色上衣 无家可归的男性时 两人畅聊一阵子后 不仅提供了一份装满生活必需品的袋子 还意识到对方氏族 更直接下车蹲在他面前 亲手帮他穿上自己的鞋袜 当珍妮佛意识到鞋子大小不合 他再度显入真挚的善心 逐中向现场的狗仔提议购买他的鞋 令人惊讶的是 这名狗仔摄影师非常慷慨地直接将鞋 坦之 上衣和裤子送给那名男子 不收一分钱 这件事迅速传遍社交媒体 网友们对珍妮佛和那名狗仔的善举 给予了高度的赞赏 不过 也有人提出质疑 认为此事或许是一种公关操作 但不可否认 珍妮佛早已深耕于慈善行业 记得他在50岁生日那天 并没有举办盛大的庆祝派对 而是选择举办的一次慈善活动Food Drive 帮助那些无法购买食物的人 不认是大大小小的慈善举动 珍妮佛一直用行动告诉我们 真正的美丽并不只是皮肉之肤 而是运于一颗纯洁而善良的心 在好莱坞这个星光异异的地方 他的内在光芒更是让人敬仰 大陆男星乔论2月2016年9月16日 由于忧郁症不幸亲生 得年仅28岁 虽然他已经离我们而去7年 但好有陈乔安对他的想念 和对他家人的关心 却是从未改变 陈乔安在微博晒出粉红色的天空罩 用一个天使和爱心的贴图 表达对乔任娘的深沉思念 这已成为他每年固定的仪式 用乔任娘最喜欢的粉红色来悼念他 不仅如此 陈乔安还被拍到和乔任娘的父母一起 低调的献身与墓园进行祭拜 让紧密的互动和情感交流 让外界看到陈乔安就如同他们的家人 特别是他在最后玩着乔妈的画面 让不少网友感动落泪 当年陈乔安在转移工作重心到大陆时 与乔任娘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他的突然离世 让陈乔安难以接受 沉默了多日后 他才发生表达心中的痛苦 过程中 他甚至还受到了不少不理解的网爆 然而 真正的友情在历境中更显得迷足珍贵 每年的这一天 他都会与乔任娘的双亲相伴 一同悼念 让网友看了都鼻酸 直呼 看哭了 最好的友情陈乔安每年都来 陈乔安友情有余乔任娘是家中的独生子 对于他的双亲来说 他的去世是一次不可挽回的打击 为了延续他所创立的品牌 乔任娘的双亲开始学习和研究社群网站 拍摄短影片来分享生活 他们的初衷很简单 只希望品牌能够不亏本 并且能够继续留存 成为儿子的一个记忆 值得一提的是 每当当恋活动 乔任娘生前最喜欢的粉红色 总是成为最主要的元素 在她的催师会上 家人和经纪公司都放上了满满的粉红花朵 象征着她已经去到了一个粉红天堂 墓园的布置也是如此 充满了乔任娘最喜爱的元素 回顾成乔恩与乔任娘的友情 不难看出 真正的朋友不仅是在我们开心的时候陪伴左右 更是在我们面对伤痛和挑战时 给予我们最强大的支持和鼓励 如今 网友们也都希望成乔恩能够继续坚强 并且对于她的每一次悼念 都能够给予最大的支持和理解 乔任娘虽然已经不在 但她在生前留下的美好记忆和深厚友情 将会永远继续 在这样的日子里 让我们一起祭念她 并且珍惜眼前的每一段真挚的感情 由理智、丽娅、刘甄、柴领 还有那所组成的韩国天团 日前才带着热门新歌Cake回归乐坛 然而如今成员丽娅的健康状况 成为了大家的焦点 对于主唱丽娅的健康状况 大批粉丝已经相当关心 而近日的消息更令人震撼 南韩知名娱乐公司JYP娱乐 在昨日正式发生 却让丽娅的健康状况有所下滑 出现极度的焦虑极不安 经过与丽娅、医生、公司高层 及其他成员的讨论 共同决定 丽娅将全面暂停所有演艺活动 专心休养和治疗 这个决策的背后 是对丽娅身心健康的关心 也希望她能在这家的状态下回归 对于这次的情况 丽娅选择透过手写信的方式 向粉丝们表达她的心情 她写道 我很担心当你们知道这消息后 会有多心痛、多伤心 但我知道 Mizzi们一直都在理解我 信任我 因为我知道你们会支持我 等待我 所以我才能鼓起这份勇气 身为团体中的重要成员 丽娅的心声让许多粉丝动容 回顾过去 一次于7月底推出了 他们的第七张迷你专辑 Kill My Down 其中的主打哥Kick 获得了广大的回响和好评 然而 在8月的某次公开活动中 有粉丝就已经发现 丽娅似乎身体状况不佳 而在9月初 丽娅因健康问题 甚至缺席了团体活动 这也引起了大量网友的热烈讨论 此次JYP娱乐的正式声明中提到 丽娅近日真的感到非常紧张和焦虑 医生建议她需要好好休息 调整身体状况 而丽娅也提到 因为一直埋手于工作 她逐渐觉得失去了自我 需要时间去重新认识和爱自己 她希望能带给长久支持 她的粉丝和团圆更多的爱与幸福 当消息公开后 大量的粉丝在社交媒体上留言 表示关心和支持 丽娅 我们会等你回来 不论发生什么 我们都会支持你 身体健康最为重要 希望你能找瑞康复 这些温暖的留言和支持 无疑给了丽娅更多的力量和勇气 希望丽娅能在这段休养期间 好好调整自己 找瑞带着健康的身体和心情 回到粉丝的身边 再次与大家分享她的音乐和舞台 同时 也希望粉丝能给予她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让她在这家状态下回归 娱乐界总是不断地被时间考验 有些作品在创作的瞬间 便获得了大家的关注 而有些则需要长时间的等待 其实里面的主角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 就像2020年令大家震静的消息 一人小鬼 黄鸿生骤然去世 留下了无数粉丝和朋友的深深思念 两年后的今天 小鬼生前的电影《超棒名模》终于将在新加坡大荧幕上映 此作是她的最后一部尚未公开的电影 也是她在大荧幕上的最后一次亮相 这部在2018年于新加坡拍摄的电影 主要描述了一群年轻人在海的另一边 所经历的奇幻冒险 阿喜 该电影的女主角 于7日在脸书分享了这部电影的宣传照 当中小鬼扛着吉他 展露出她那特有的温暖笑容 阿喜在发文中回忆起拍摄时的点点滴滴 提及与小鬼和其他剧组成员所建立的深厚情谊 以及他们之间所共同经历的困难 其中 令人感动的是阿喜提到在拍摄期间 他一度因健康状况住进了急诊室 小鬼与Dino哥不顾一切地赶到医院想要探望他 虽然因为医院的严格规定而未能进入 但他们的关心与支持 让阿喜深深感受到了真挚的友情 然而 虽然当初大家都期待着这部电影能够早日与大家见面 但小鬼的突然去世以及后来的疫情爆发 使得这部电影的上映不断被推迟 原本的期待和承诺 如今也只能化为深深的遗憾 对于小鬼的去世 阿喜表示 即管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 但在他和其他好友的心中 小鬼仍然是那个永远的好兄弟 他们都相信 有一天 他们还会再次相见 超棒名模的上映 不仅是对小鬼的一次悼念 更是对他生前所付出努力的最好见证 希望这部电影能让大家更加珍惜身边的人 并记住那些与我们有过美好回忆的人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Bin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全球知名的世界级女团Blackpink美美露面 总能引起全球粉丝的热烈关注 其中 以舞蹈机器封号著称的Lisa近日在巴黎风马秀的表演消息和和约续迁的传闻 让外界关注度再次提升 从9月17日在首尔举办的Bomping演唱会完美结束后 这是为韩国女神终于结束了为期11个月的世界巡回演出 然而不论是演出或是私下生活 Blackpink的每一部始终都受到广大粉丝和媒体的瞩目 尤其是Lisa的动态 近日 Lisa被网友目击于韩国某商场购物 照片中 Lisa一身白色休闲装搭 头戴白色帽子 面无妆容 将长发自然垂落 扮着轻松的表情选购商品 并与两位好友热烈讨论中 这原本频繁的生活片段 却在网路上迅速传开 得到网友们的热烈回响 状态很好啊 不仅如此 Lisa近期的工作安排也十分紧凑 从9月28日至30日 他将参与舞场的巴黎风马秀 此局一出 马上吸引全球的目光 风马秀因其性感 大胆的表演风格而闻名 让不少粉丝担忧Lisa这次的舞台呈现 对此 风马秀官方为Lisa回应说 虽然Lisa确实会有全新的突破性舞蹈表演 但不会有过于裸露的演出 这一消息让粉丝稍微安心 但Blackpink成员之间的情谊 同样吸引外界的关注 据悉 Blackpink的其他三位成员也将赴巴黎 为Lisa打气 看她的风马秀演出 逐渐成员间深厚的情感 最大的焦点 还是集中在Lisa和YG娱乐的续约问题 有外媒指出 Lisa正在与美国唱片公司接下 该公司提出高达500亿韩元的签约金 高于YG娱乐的金额 但随后有消息称 Blackpink并不急于续约 因为他们想让世界巡回演出顺利结束 同时 市民成员都希望保持一个团体的原则 不希望外界因素打扰他们的决策 台湾气质女星郭碧婷 一直以清新的形象和出众的表演 吸引了众多粉丝的喜爱 尤其是在小时代中扮演男乡的角色 更是让她名气大攀发 可是 最近的她却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 展现了一个大胆的转变 这次的造型与过去气质的形象差异太大 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和议论 在2019年 郭碧婷与香港娱乐大亨向华强的 长子向左走入了婚姻的殿堂 成为了真正的陆豪门的代表 婚后 她选择了淡出演艺圈 放下职业女演员的身份 转而成为一名全职太太 顺受公婆的宠爱 不过 在近期 她决定回归演艺圈 与丈夫向左合作的电影 门前宝地在多伦多影展进行了手印 也是她付出后的首次亮相 但这次的亮相 确实让许多网友震惊 不仅是因为郭碧婷 选择了一个全新的造型 而是这个造型与她过去的形象 有着天壤之别 顶出中分短假发 身穿全黑的礼服 她似乎选择了一个暗黑而成蜜的风格 这种惊人的转变 自然引起了网友的议论 有人说她像哈利波特里的角色史内部 有人更是说她现在越来越像她的婆婆向泰 还有网友表示 她颜值这么高都被拉下来了 他们是不是得罪了造型师 显然大家都非常震惊 不止如此 网友还发现 与向左走在一起的郭碧婷 似乎体态比未修图版本胖了许多 脸部的细纹也清晰可见 这对于那些习惯了网路修图的网友来说 也是一个惊讶 甚至网友们惊喊郭碧婷像是被吸钱的元气 微微是蜡像 是你吗 池内部 看了下日历 万圣节还没到 救命 我印象中的郭碧婷不是这样的 图里面的是谁 你们不要骗我 而在这次的活动中 两人都选择了全黑的造型 但网友认为他们似乎有点像阿达一卓的味道 让人感到非常的意外 不过 不论造型如何 网友都对郭碧婷充满了关心和支持 希望他在付出后 能够再次展现出属于他的光芒 不论如何我们期待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后 郭碧婷能够再次用他的表演征服大家 也希望他的婚姻生活一切安好 在演艺圈里 刘德华可说是不可撼动的巨星 这位61岁的天王从年轻时起 便开始在影坛建立自己的地位 经历多年的风雨 却依然保持着超高的人气 成为无数人心目中的男神 他近期的成就更是潜无古人 获得第48届多伦多影展的特别贡献奖 是首位获持出荣的华兰演员 但在鲜明的聚光灯下 刘德华的家族故事却鲜少为人所知 刘德华是位娱乐圈的大哥 实际上在家中排行第四 有三位姐姐 一位弟弟刘德胜以及一位妹妹 很多粉丝也因为刘德华的低调作风 而对他的家族无所知 弟弟刘德胜也许不像刘德华那么知名 但在幕后也有着杰出的表现 他从事后置工作 而且这位低调的幕后英雄 与哥哥有着不可分割的合作关系 他们不仅仅是血脉之轻 更是优务合作伙伴 两人合伙成立制作公司 刘德华担任拍摄 刘德胜则专心后置 两人的默契堪穿完美 但不止于此 刘德胜也是一位出色的投资者 传闻中 他的身家已达到惊人的两亿 但他的生活风格和他的财富完全不符 他打扮极为朴素 简单的T恤 短裤便是他的日常装扮 不仅如此 他还坚持乘坐公车上下班 与其哥哥刘德华的明星形象 形成鲜明的对比 然而 这个大家庭中并不都是合了隆隆 港媒进来爆出刘德华和大子之间的矛盾 根据报道 刘德华曾经因为自己的成名和赚钱 给予大子一间房子 但大子成名于赌博 不仅欠下的巨额债务 还涉嫌贩售假的演唱会门票诈骗粉丝 面对这样的家族危机 刘德华虽然出手帮助还债 但对于子子的行为仍然感到失望 经过多次的劝导魏国后 他决定与他断绝关系 这样的家族故事 或许让许多粉丝对刘德华有了更多的了解 他在荧幕上的光芒与家中的事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不论是刘德华还是他的家人 他们的故事都是一部分真实的人生 充满着欢乐 痛苦 爱与失落 当人们提起四大天王 其中的一员 欧汉申欧帝自然成为话题焦点 他的才华 魅力和风度曾经席卷整个华语乐坛 然而除了歌唱和表演才华外 欧帝的失生活也成为媒体和粉丝的注目焦点 在2021年8月 欧帝经人的宣布于比他小8岁的中国级妻子郑云灿结束了他们的婚姻 这消息震惊了整个娱乐圈 因为在外界看来 他们似乎是一对相爱的夫妻 但爱情的真相总是错综复杂 只有当事人才知道 两年后的今天 郑云灿的感情生活仍受到了大众的高度关注 与陈浩生 周汤好等年轻男性的互动经常成为新闻标题 而相对于郑云灿的丰富感情生活 欧帝似乎一直在寻找真正的爱情 但始终未果 近日 他在夜晚的大街上被拍到情况不太好 当时 他与几位朋友共进晚餐 似乎喝了不少酒 离开餐厅后 他走到大街上 却睡了站不闻脚 不得不靠路边的柱子才能勉强保持平衡 这一画面迅速在社交媒体上疯传 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有人认为 欧帝的这一行为 是受到前妻与其他男性的亲密交往影响 毕竟 当一个人的前伴侣与其他人交往时 这很容易引起一个人的情绪波动 但欧帝的经纪人很快对此事做出回应 曾经说欧帝喝酒与前妻无关 不过 欧帝似乎对自己的感情生活有所感触 他在爱记现实动态中 分享了I'll Uliate's的两首英文情歌Everything High You 这两首歌的歌词均揭示了爱情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 从中我们可以回见欧帝对于感情的深度思考 在娱乐圈 名气和知名度往往是一把双刃剑 他既可以给你带来无尽的荣誉和财富 也可以使你的私生活成为公众的聚焦点 欧帝的情况也不例外 他的每一次亮相 每一次发言 甚至每一次社交媒体的更新 都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 这种持续的关注 不仅对他的职业生涯产生影响 也对他的私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郑云灿与周汤豪的亲密行为被拍到后 周汤豪对外表示他仍然是单身 当被问及此事时 欧帝非常大方地祝福了他们 并表示对此事不再多说 但无论他如何掩饰 当他走在街上 喝得醉醺醺 人们都能感受到 他背后的奋不为人知的孤独和哀伤 结束了韩郑云灿的婚姻 欧帝似乎还在寻找真正的爱情 在他的心里 或许还有着一个空白的位置 等待着那个真正的他来填补 但在这个过程中 他也不得不面对外界 对他的各种评价和质疑 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 他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 黎明 香港四大天王之一 与当时走红的摩特乐基尔 结下不解之缘 彼此间的甜蜜不时被媒体捕捉 婚礼又要008年 在梦幻的马二代副导举行 但爱情并不总是如初般的甜蜜 2012年 两人宣布离婚 结束了四年的婚姻 原因尚未公开 但据说是价值观不合 在婚姻结束后 乐基尔在2017年再次嫁给食品业大夯朱志豪 燕 并生下宝贝儿子Hunter 但爱情的路并不总是坦途 今年2月乐基尔再次震惊外界宣布离婚 受访时他坦诚自己恢复单身 表示 分开原因 我觉得不应该说谁的错误 有时不在一起可能是时间的问题 他能与前夫保持友好关系 两人会共同抚养小孩 黎明在前妻乐基尔离婚后 与自己的助理阿威颖相恋 该恋情更加深化了 当他于2018年为黎明诞下一女 不过虽然第二度婚姻触交 但乐基尔坚强面对生活 离婚后及复苏工作 努力赚钱 感情的转变和家庭的变故 乐基尔表现得非常坚强 他快速地回归工作 并在社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生活与工作花絮 最近的一篇分享中 乐基尔表示 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工作的人 这是一个八小时的中文剧本 我看不懂 但是出色的团队帮助我完成了它 谢谢大家 从乐基尔的社交账户 可以看出他正积极面对生活 他不时分享自己在工作中的性感照片 并且以丰满的身材和眉腿吸引了大量网友的目光 许多人留言表示 希望他能在这次的离婚风波中早日走出 过得更好 最新消息 乐基尔已经确认了与朱志豪的分开 并表示自己与前夫仍然保持有好的关系 而最重要的是两人都深爱着儿子 对于乐基尔的未来 只希望他能够继续坚强 并且在感情和事业上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 而对于黎明 也希望他在未来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 不再被过去的阴影所困 大家还在近乎2024总统大选的参选布局 私生女星赖佩霞却悄悄地成为焦点 昨日这位荧幕女神受到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的邀请 加入选战 重回郭台铭的搭档 而他在记者会上的感性致辞 更让在场的不少人动容 私生媒体人柔友志惊呼 完美诠释副手定义 他认为 赖佩霞整场记者会 都在夸奖别人 显示出他对副手角色的精确把握 当他身赞郭台铭有意理由温暖 对员工的关心及照顾 很多人心中对郭董那八道总裁的形象瞬间翻转 赖佩霞接着用极度关心的口吻 回顾这几年的一粒一休政策 让大家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而他对于课后整合问题的回应也极其巧妙 张剑把努张的氛围化为无形 卫友志甚至表示 他非常好奇郭台铭是如何发掘赖佩霞这块瑰宝的 在他看来 郭赖佩不仅打破了政治选举的常规 还间接吃了赖青的一个小豆腐 为郭董的选战之路拓宽了不少路径 媒体问及是否跟郭台铭走到底 赖佩霞笑回走到底啊 而外界好奇为何副手会选择赖佩霞 郭台铭表示他是我唯一正式邀请 正式谈过的人 赖佩霞自己也表示 对于加入选战这件事 他直到九月份才有所认识 当问及家人的反应时 他透露 现在最晒眼的应该是我两个女儿 而是和媳妇 他们可能下巴掉在地上 而他的两位女婿 隋唐和谢佩恩 都表示对于婆婆这次的决定非常震惊 隋唐还在YouTube直播中观看赖佩霞的记者会 而谢佩恩则是完全被蒙在鼓里 对此表示还需要进一步了解 这次选举的布局可说是出乎大家的预料 赖佩霞不仅显示了他的政治智慧 更证明他是2024总统大选的黑马 郭赖佩一对让人期待的组合 郭台铭强调 他曾说其竞选搭档一定会能力 艾欣对选民共识凝聚力比自己强 而赖佩霞便是这万中选一的最佳人选 是他选择竞选搭档的唯一人选 近日韩国戏剧和电影持续风靡全球 但今天的焦点不是谈论那部最新的热门剧集 而是一份让人目瞪口呆的 韩国最有钱女星排行榜 这份排行榜由外媒所公布 上榜的女星皆是当红女星 而且她们的财富都令人惊叹 先从第十名开始 我们有朴信慧 接着是41岁的全智贤 许多人还记得全智贤在《我的野蛮女友》 和《来自星星的你》中的精彩演出 2012年 她更是嫁给了富二代崔俊赫 成为家之雄厚的家偶 然而 令人惊讶的是 她以为4.7亿台币1500万美元的 身家仅排名第9 接下来 我们有崔自由 金泰熙 宋慧桥等韩剧女神 而身家约10.2亿台币3200万美元的 和志愿和嫖宝英 几个手出身转为演员的秀智 接列于前五名 特别是28岁的秀智 由于初恋出门101获得极高的人气 被誉为国民初恋 她的身家达到约11.11台币 3500万美元 但真正令人惊艳的是前两名 分别是歌手和演员兼具的 艾优里之恩 和被誉为氧气美女的李英爱 现年30岁的艾优累计了约12.41台币 3900万美元的财富 而李英爱 极由大长金移居 获得了极高的知名度 现年52岁的她 约12.71台币4000万美元农登榜首 更令人惊讶的是 李英爱不仅是韩国少数未成整形的女星 其丈夫郑豪勇也是加世显赫 郑豪勇早年在美国大型IT公司任职 后回韩担任电讯公司总经理 传言其身家高达约480亿台币 两兆韩元 虽然之前有传闻指出李英爱家中 有超过20名庸人 但根据韩国节目听到传言所报导 这些都只是夸张的谣言 实际上她只有一名保全和打扫阿姨 韩国最有钱女星排行榜 再次证明了韩国娱乐圈的女星不仅有才华 更有相当的经济实力 从权至贤到李英爱 她们都是当之无愧的娱乐圈女强人 蓝正龙在大云食堂接受李士敦的专访 首次揭开了她与周优廷九年婚姻的结束 她没有避讳任何情感 坦然地分享了自己的心情起伏 是由蓝正龙就是家中的照顾者 希望有人能回报那份照顾 她深刻地表述 好像比较需要有情 可以战胜爱情 而对于情感的处理 她说 我只在乎我在乎的人的心情 现阶段她最关心的是家人和父母 当被问及对前妻的感受时 她的回答带有深深的遗憾和痛苦 我离婚了 真正分开就是要给对方空间 对我来说还是痛 到现在我还是蛮难过这件事情 在我心里面还是一个遗憾 一个不舍 对于离婚的决定 蓝正龙显得有些自责 她坦言自己可能不够成熟 无法认清和面对某些情感真相 而当她意识到自己不应该做的事情时 选择了分开 也是端听后问 这样是否不公平 蓝正龙毫不回避地回答 对 不公平 情感的路途并不终结 对于爱的学习 她认为爱这种东西一辈子都要学 而当被问到如何知道 是否学好了爱的功课时 她的答案直解了当 痛 就是学好了 她的痛苦是真切的 谈及当前的感情状况 她用fucking hurt 超级痛来形容 甚至逗趣的说B hurt 虽然她的爱情世界暂时空白 但她强调亲情方面却是丰富的 她在下一个作品中 或许会探讨这一主题 回顾上一月 蓝正龙与周又廷的离婚消息 在媒体上引起广泛关注 蓝正龙在台北电影节闭幕片首音会时 公开证实了这一消息 她眼中带着泪光说 我跟又廷已经分开了 但我们会一起陪佳人长大 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 另一方面 周又廷在离婚后首次更新的社交动态 分享了她到台东旅行的快乐时光 照片中的她笑容满面 似乎已经放下了过去 尽管这段婚姻已走到终点 但从蓝正龙和周又廷的表现来看 他们都在努力走出阴影 寻找自己的新生活 希望他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过去曾与千田爱莎等人一同组成知名女团 Sunday Goals的日籍女星佐藤玛依 2014年更是今次的与台树集团 创办人文永庆的长孙 富三代王权人步入红毯 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婚后的玛依成为名媛 写少在公众面前曝光 但昔日的女神风采能让许多粉丝津津乐道 但好事多么 网友对这对金童玉女的婚姻寄予厚望 没想到于结婚的第四年 传出婚变的消息 佐藤玛依也于今年四月底 正式宣布完成了离婚手续 此次对于很多粉丝来说感到震惊 不过 佐藤玛依似乎已经放下过去 8月底决定回到台湾 重新投入园艺圈的怀抱 然而 风波还没平息 近日 又有一张亲密合照在网路上疯传 照片中的人正是佐藤玛依 与知名日籍艺人梦多 梦多这位在台发展多年的日籍艺人 以其搞笑 幽默的风格在台湾受到了许多喜爱 成为各大节目爱邀请的来宾 他们的合照中 两人都穿着黑色上衣 梦多头微微靠向玛依 两人关系亲近 佐藤玛依在照片中 将其卷曲的长发绑成马尾 精致的妆容 让他43岁的容貌人如少女 难以看出岁月的痕迹 而梦多在照片中 也露出灿烂的笑容 颇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他在社交网站中 还写下了一篇长文 透露他和玛依的真实关系 文章中梦多提到 他和玛依认识已久 当时他在演艺圈中 还是新手一名 时常会遇到许多困难和迷惘 而玛依在他最需要鼓励的时候 都会给予他建议和安慰 特别令人感动的是 梦多提到玛依要离开台湾前 两人还特地相约吃饭聊天 玛依当时给了梦多很大的鼓励 这让梦多至今能深感感激 而现在 玛依回到台湾 梦多也希望能和他合作开一个节目 梦多的这篇文章 很快引起了网友的乐意 有网友认为他俩相当有夫妻脸 也有人认为梦多和玛依很配 更有粉丝直呼 在一起 在一起 不过 无论他们的关系如何 我们都希望他们在演艺圈 都能够发光发乐 为粉丝带来更多的精彩节目 被誉为情歌天后的梁静如 出道24周年 以其深情独特的赏音为无处悦迷 解读过心灵的各种风景 取如分手快乐勇气 可惜不是你都是陪伴许多人走过的失恋 或是青春的见证 这些歌曲不仅温冷的人心 还在无数音乐榜上夺下冠军 见证者他在怀疑乐坛的不凡地位 近日梁静如在哈尔滨为粉丝带来的 《当我们谈乐爱情》2023世界巡回演唱会 却因为在演唱燕尾蝶时的破音和气不足情况 让其遭受了不少网友的质疑和嘲讽 微博上 那段27秒的演唱片段被迅速分享 并累计247万次观看 众多网友表示震惊 更是评论到 梁静如这场倒场挺明显的 感觉唱得好吃力 在该影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舞台中央的梁静如 伸出优雅的黄白色礼服 但他的歌声却与过往大不相同 特别是在唱到副歌高音部分时 声音完全无法上升 这样的状况自然引起了网友的大量评论 其中不乏对他表示关心和支持的声音 但也有很多网友认为他这次的表现 太惨了 都是什么人买票啊 太造罪了等等 当然事情的两面都有人在讨论 有网友分享了完整的演唱会影片 试图证明梁静如并未如流传的片段中那般翻车 他们表示 现场听起来完全不是这样 相当动听 这一位则网上的某些片段 可能被剪辑或选择性的呈现 让事情看起来更为严重 不可否认 任何一人在舞台上 都可能遭遇不如意的情况 这次的翻车或许只是一次意外 但这也再次提醒我们 舞台背后的艺人也有他们的不义 他们的辛苦和付出 以及他们对艺术的执着和热情 对于这次事件 不少粉丝表达了对梁静如的支持 他们认为这次的意外 不应该成为评价一位艺人的全部 而应该更加珍惜那些经典的作品和回忆 希望梁静如能够找乐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再次给我们带来那些 动人心弦的歌曲 不过我们也应该学会欣赏和尊重每一位艺人 毕竟他们用心唱出的每一首歌 都是为了传递爱和希望 当今的音乐舞台上 男孩女团BLOCKPINK已经成为了一个琢磨的名字 其中 太极成员LISA更是因其无可疲敌的舞台 魅力和深厚的音乐才华 吸引了全球粉丝的目光 最近 LISA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而这次的关注点除了她的艺术才华爱 还有她的私生活 首先 LISA的舞台演出计划在粉丝中引起了轰动 她将在来年的28日至30日在巴黎的Crazy Horse 进行一系列表演 整整三天 高达无常 这一消息已经发布 被炫术引起了网友和粉丝的热烈讨论 巴黎的Crazy Horse 以及特有的舞台设计和演出风格 在国际间享有盛名 LISA仍在这样的舞台上进行连续演出 无疑是对她才华的一种认可 然而 这还不是最受关注的新闻 最近 LISA被目击回到泰国 并且并不是独自一人 有目击者表示 LISA与一位不为人知的男子一同坐船在梅兰河上游玩 而这趟泰国之旅 似乎不仅仅是简单的休假 有传言指出 LISA已经将这位神秘的男子带回家 一再见家长 那么 这位被媒体称为LISA的非男友的男子到底是谁呢 一段时间以来 LISA的恋情一直被外界所关注 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和探索 许多人相信这位男子正是世界知名奢侈品牌LVMH集团的继承人 弗雷德里克阿尔诺 这样的消息无疑让这段恋情增添了许多神秘色彩 韩国媒体Newson也试图确认这一消息 但LISA所处的YG娱乐公司对此回应表示无法确认 不过 有趣的是 有网友分享了弗雷德里克在泰国RV专柜的照片 这似乎间接确认了他确实在泰国 而LISA同时也在泰国 这无疑为两人的恋情关系增添了许多猜测 事实上 在此之前 两人已经被多次拍到在不同场合互动 今年7月中 两人被拍到有说有笑 互动甚为亲密 到了8月 两人又一同出现在某度假圣地 而弗雷德里克的手机壳上 更被发现写有LISA四个字母 这一发现更是让人对两人的关系充满了好奇 总的来说 无论这顿绯闻的真实性如何 他都再次证明了LISA在娱乐圈的巨大影响力和吸引力 毕竟 他不仅是一位才华行义的艺人 更是一位在世人生活中也充了魅力的女性 BLACKPINK 韩国当红天团 两天在首尔高尺巨弹线上热情演出 此次Bone Pink世界巡回安可场 可能是四位成员最后一次联手合体 而珍妮在演唱会中的速度哽咽 成为现场焦点 引发大众猜测BLACKPINK即将解战 该女团遇今年8月合约到期 传言除LISA外 珍妮也将选择不续约 虽然公司发表官方声明指出宣言 个人形成与序与无直接关联 但这并未平息粉丝的担忧 今日在演唱会上 当珍妮演唱KK的时 其鼻音明显 情绪激动至极 在感谢环节中 她更是演含热泪 感谢着这七年来的伙伴 她表示 今年 我们在韩国的时间并不多 所以我们想回到首尔进行最终演出 真的非常幸福 非常感谢BLACKPINK 未来我们将更加优秀 这一瞬间 珍妮的情感爆发被大量转发 顺制攻占了微博热搜 粉丝们纷纷留言 表示无论最后的决定如何 都将支持他们 有粉丝在现场描述 世人的眼眶都已经泛红 LISA也泪流满面 在巡演的最后 LISA感谢粉丝 我们能够在如此神奇的地方演出 都是因为有你们 她语众心长地表示 谢谢你们 让我的二时代如此闪亮 其实竖则提到 虽然大家都健康 但还是很感激来自世界各地的粉丝 LISA分享起首次的巡演 表示感觉就像刚发生的事 而如今已经是第二次世界巡演 她深情地说 与粉丝虽然时不时会有距离 但心中总感觉 像是永远在一起 此次首的巡演 不仅是四位成员给予粉丝的回馈 更是他们彼此之间 深厚情感的交流 尽管序约一提仍在持续 四人在舞台上的努力和热情 却证明了他们对音乐和粉丝的忠诚 现在全世界的Blink 都在等待着那个最终的答案 无论结果如何 这四名女孩在粉丝心中 永远是那个充满活力与热情的Blackpink 希望未来 不论有何种形式 我们还能看到她们在舞台上闪耀 人气女团Blackpink 在今年8月8日的合约到7日临近 YG娱乐似乎正面临于 主力成员Lisa的续约危机 韩国媒体报道 当前四名成员中 只有Lisa尚未确认续约 其他三名成员均已达成续约协议 最新消息揭入 Lisa已经两次拒绝了YG娱乐提供的 高达13亿元台币的续约金 根据韩媒14日的消息 YG娱乐为了留住Lisa 先前提出了5.1亿元台币的续约金 但被Lisa婉拒 尽管YG娱乐加码至13亿元台币 Lisa仍表示拒绝 引起外界无限猜测 据内部消息 Lisa不止在泰国 甚至在其他国家也收到了数十亿的挖角提议 但双方对此尚无正式回应 而另一位成员 在令最近在官方网站上遭到出名的消息 也引发了粉丝的恐慌 此的本周六 瑞与12高死巨弹的巡演 被认为可能是四人的最后一次同台 南韩女团BlackPink是2016年出道以来 以其独特的风格和音乐迅速走红全球 成员Zisoo、Zanny、Wilce和Lisa各自带助不同的魅力 深受全球粉丝喜爱 今年3月来台湾的演唱会 9万张门票在短时间内被抢购一空 证明了其超高的人气 然而 传统韩团合约通常为7年 今年8月 BlackPink将面临合约到期的危机 韩媒报道目前只有三人确定续约 可能出现三缺一的情形 对于续约问题 YG娱乐的相关人士说 Lisa的合约问题让8月之后的状况变得很复杂 因为注入Lisa未续约 无论是安排她的综艺还是访问都将变得困难 而YG娱乐还承诺未来会更加关心和照顾成员 希望给予他们更好的待遇 与此同时 一家中国经济公司透露 在与YG娱乐协商Lisa的中国行程时 因为Lisa的续约状况不明朗 导致未能确定8月之后的行程 不过YG娱乐对此回应说 这与巡言和个人行程有关 与续约问题无关 目前 全球布林斯都在关心这四位成员的未来 希望他们能够继续以四人组的形式活跃在乐坛 为粉丝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最后的续约结果仍然不明朗 让外界持续关注这起续约事件的后续发展 南韩女团BlackPinky K-pop乐坛上席卷全球 而当中最受瞩目的成员 詹妮更是受到各界注目 从出道之出到如今 她的影响力和话题性一直居高不下 这次更使演员身份于18禁美剧 有向漩涡的爱豆展露头角 除了剧集的参与 詹妮的密集行程 还包括了与团员的国际巡回演唱会 极多次的时装秀亮相 并且不忘于粉丝分享拍摄背后的趣事和点滴 除了音乐和影视的领域 詹妮在时尚界的地位也不容忽视 被誉为带货女王的她 常遇个人爱自己分享的单品 往往成为瞬间的热卖商品 引起粉丝追逐潮流的热潮 这次更是被知名美国时尚杂志 《女装日报》评选为 2023年最具影响力的女性套补时 这个名单上更有 ROV珠宝艺术总监Francatska AM5012 ROV接班人兼只有执行长大 Fini Arno及知名女歌手Selina Gomez等 此外 詹妮也是一顾Selina老佛爷靠奥 Lugger File生前清典的最后一名香奈儿 Milce 她近期与国际品牌Kaven Khan CK的合作 更是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当CK与詹妮宣布合作时 新系列的上市很快就获得秒杀的记录 据数据统计 詹妮于IG上分享的一则与CK的业配贴文 不仅带来了高达210万美元 约6741万台币的品牌价值 更进一步带来了6800万美元 约21.81台币的收益 在巴尼时装周 詹妮以Selina的代言人身份亮相 分别穿着Coco Crush高级珠宝和Selina22的包包 她的出现不仅引起现场的尖叫 更带来了450万美元约台币1.44亿元的收入 这已经占了Selina该月份的17%收入 足以看出她的吸睛效果 但在BlackPink中 詹妮的收益和影响力 与其他成员比较如何呢 同为团圆的Lisa在IG的API价码 是57.5万美元约台币1838万元 但相较于詹妮的收入 近年有近四倍的差距 这足以证明詹妮在时尚界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BlackPink中的每位成员都有各自的特色和魅力 但詹妮以其独特的时尚感和持续上升的影响力 无意已成为当今时尚界的代表性能物之一 随着她在多个领域持续地展现才华 未来仍然值得各界期待与关注 韩国的天团BlackPink刚于16日在首尔高尺巨弹 结束了Bone Pink世界巡回的最终场演出 却伴随着成员Lisa与所属公司YG娱乐序约问题的各种传闻 而当BlackPink三名成员的合约动态都明朗之际 Lisa的决策却让Buynx非常关注 近二位没爆出 Lisa可能会转战美国 与某大型唱片公司签下全经济合约 这份合约不仅包括六张专辑的录制 还将涉及好莱坞影视 时尚、游戏等多方面的工作 更重要的是 Lisa将获得建立自己的工作室的机会 能够全方位进军欧美市场 有趣的是 这份报价据说高于YG娱乐提供的500亿含 还约13亿元台币 这一惊人数字也可能成为Lisa选择走向美国的原因 日前网络上的传闻中曾提到 YG娱乐曾两度提出续约 但皆被Lisa玩具 事实上 Lisa在BonePink的最终演出中的言辞 已被解读为暗示于YG娱乐不再续约的可能 这次巡演是和Blink一起进行的 感谢照亮我20多岁人生的你们 Lisa的这段话使得众多粉丝和媒体担忧 她可能会离开BlackPink 并将事业重心移向美国 对于这些传闻 YG娱乐方面仅表示 正在讨论与Lisa续约的事宜 相关传闻没有得到正式确认 但这些不确定的声明 使得Blink斯对于Lisa的未来抱有更多疑虑 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 自从有关Lisa可能不续约的消息传出后 YG娱乐的股价也显示出连续下跌的趋势 足以见证Lisa在BlackPink中的关键地位 目前 Lisa对于这些传闻还未有正面回应 无论她选择留下或是开启新的旅程 粉丝都希望她能继续发光发热 并在音乐舞台上展现更多的精彩 在这场纷扰中 最令人关心的无疑是Lisa的选择和未来的发展 不过 无论结果如何 粉丝们都会持续支持她 期待她能在未来的道路上取得更多的成功 南韩知名女团BlackPink中的太极成员Lisa 近日持续成为各大媒体焦点 不仅先前的恋爱飞闻与首富儿弗雷德里科奥诺因其广泛关注 其在演唱会上的服装风格也时常被讨论 如今 Lisa再度成为话题中心 确定将在巴黎著名的风马秀 Quizzee Horse上演出 这一消息在粉丝中引起大量反弹 Lisa最近在Instagram上透过限时动态公布了自己将参与风马秀的消息 这样的消息震撼了整个粉丝圈 票价250欧元约8715元新台币的表演竟然在一瞬间受庆 不少网友也感到不能理解 已经顶流偶像了为什么还要去 不懂就问 这算堕落吗 富豪想看脱衣舞 8000就能看 粉丝想看正常穿著唱歌跳舞的 8万都不一定能看 风马秀的特色在于展现女性的身体美 部分表演甚至只用灯光灼盖丝密部位 这种尺度大胆的演出在南韩的Kpop圈中非常少见 因此 当Lisa确定将参加这样的演出时 中国大陆的知名战姐和后援会FORI UTHUSAND STIMES直接决定封战 这对于Lisa的事业或许是一大打击 但风马秀的主办方已回应 Lisa不会有任何裸露的造型 他们之所以邀请Lisa 是希望能吸引更多的年轻观众 事实上 Lisa在确定参与演出前就一多次观赏风马秀 并多次造访后台给予其他演员鼓励 对于这样的决策 部分粉丝表示理解 但更多的粉丝表示难以接受 微博上的热搜和网络留言也充施着对Lisa的失望 尤其中国大陆网友批评 粉丝追你 给你课金不是来看你在这种敞汉卖肉的 清醒的已经脱粉了 不清醒的还在威风马秀席地 就算在爱舞蹈 也不至于去跳脱衣舞吧 大粉都脱了 这很难评 助Lisa成功吧 Blackpink一直以来在全球都拥有超高的人气 此次Lisa的行为无疑让许多粉丝再次思考偶像与粉丝的关系 在追求艺术和自我表达的路上 是否该有所节制 还是应该勇敢追求自己的想法 这也许是每一位偶像需要面对的问题 近来 台湾艺人Lano陈轩玉 手卷入了性侵风波 在媒体和网络上引发热烈讨论 事件之所以能得到广大的关注 除了涉及的艺人名气大之外 其背后反映出的娱乐圈文化 社会态度和权力结构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首先 事件的起因源自于网红小红老师对Nano提出的指控 他不仅揭露了自己的经历 孩子初有多达30人与他有相似遭遇 虽然这些说法初时受到某些人的质疑 但随著多名受害者居民提告 事情的真相似乎逐渐明朗 此事件背后 我们看到娱乐圈的种种复杂面向 娱乐圈作为一个充满光鲜亮丽的行业 背后却存在着不少阴暗面 艺人经常享有着大量的名气 财富和权力 但这些同时也可能成为他们走向堕落的诱因 特别是在缺乏监督和规范的情况下 部分艺人可能会选择滥用他们的权利 但Nano性侵风波并非孤立存在 它反映出的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在某些情况下 娱乐圈和公众都可能对性骚扰 和性侵犯的行为视而不见 为何这样的行为能够在娱乐圈中理见不鲜呢 这与业界的文化 公众的期望 以及加害者和受害者之间的权力差距都有关 当然 我们也不能否认近年来 随着社会对性别平等和反性骚扰的议题的重视 越来越多人开始挺身而出 公开介入自己的遭遇 这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过去那种 以受害者为时的传统观念 例如 在Nano事件中 多名受害者选择站出来 勇敢地面对公众和媒体的目光 分享自己的经历 这都是十分不容易的决定 此外 公众对于此次事件的反应也相当值得注意 社群媒体上 不少人选择与受害者站在同一阵线 对Nano提出原历的批评和质疑 而这种激烈的反应 也使得一些与Nano有越往来的企业和品牌选择切割关系 以表明自己的立场 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看 Nano的新轻风波实际上也是社会进步的象征 在过去 类似的事件或许会被忽略或掩盖 但在今天 随着性别平衡意识的提高 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这些问题 并积极寻求解决之道 总的来说 娱乐圈的风波不仅仅是一场单纯的丑闻 它们背后反映出的是一个社会的价值观 文化和权力结构 而对于我们来说 最重要的是如何从这些事件中吸取教训 推动社会进步 让每一个人都能在公平和尊重的环境中生活